共生的功德可以召感县世父母 百年无病 百年就是长寿的意思 无病并不是说保证你不生病 也就是说除非他有特殊的恶业 比如说他常常还要吃鲜嫩的鸡 有人在家里养小鸡小鸭 要杀来吃的 这个就是最划不来 尤其偏偏养这小鸡小鸭的人 都还是年纪大的人 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在家里做这个事 赶快劝他 那个一只一只养 你一只一只杀来吃 福寿都削减得很快 会折寿很快 然后常常家里都争吵 大小病痛不断 就是很多的不吉祥 像这个除非你还有这一类的事情 那你就是大病会变小病 小病就化无病 对父母尽孝道 除了不要顶撞他 关怀问候 有在工作的每个月 要给父母一点生活费的 要帮父母做一点功德 尽孝道了 你让他百年无病 你自己也是一帆风顺 不然你事业做得正好的时候 母亲躺下了 我那一团乱 现在又要赚钱的时候 父亲又出事情了 中风了 所以你如果孝敬父母亲 他这些意外 大大小小的这些灾难病痛 大大的减少 其实全家人都有福报 对父母亲也是一种报孝报恩 所以你多给他做共争的功德 对父母亲也是一种报道